轻时几缕光阴 便是世间美味 我是舅舅 欢迎来到时光时味 今天咱们要来制作咸蛋黄流沙包 它以色泽金黄的半液体内馅而闻名 味道咸甜交错 首先来制作流沙内馅 准备三颗熟制咸蛋黄 将它们点成碎末 粗细由您自己喜欢的口感决定 在一个较大的容器中 准备三十克室温软化的黄油 用手按下去可以看到它是完全柔软的 加入三十五克白糖 二十克奶粉 最后加入咸蛋黄碎末 将它们搅拌均匀 搁在一旁备用 现在准备六十到七十克清水 加入五克吉利丁粉 充分搅拌均匀 接着准备一小锅开水 将凉杯架在水上 搁水加热吉利丁溶液 直到它变成浓稠的液体 接着将吉利丁溶液 倒入刚刚拌好的蛋黄线中 我们使用吉利丁 是因为它预热会融化 让内馅形成流沙质地 预冷则会凝固 我们在包包子的时候 比较方便 全部搅拌均匀以后 我们需要将它送入冰箱 冷藏半小时 半小时以后 它已经略微凝固 我们将它平均分成八等份 揉成小圆球 继续送入冰箱冷藏室 冷藏备用 接着我们来制作包子的外皮 盆中加入一百克温水 以及十五克白糖 搅拌均匀 加入三克酵母 搅拌均匀 然后加入二百克中筋面粉 最后加入十五克植物油 用筷子将面粉搅拌成絮状 然后上手揉面 当面团基本变得光滑 我们给它盖上一个大碗 让它松弛二十分钟 松弛好以后 将面团擀压成长条形 然后将它平均切割成八等份 接着我们取出一份面团 其他面团用盖子盖上 以免水分流失 接下来将取出的面团 从上到下 擀压成薄薄的长条形 再将它从下到上卷起来 竖过来 继续上下擀压成一个长条形 这一次要翻面 然后将它卷起来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 是可以使面团表面变得光滑 这一次卷好以后 我们将两端稍微往中间挤压 接着就可以将它擀成圆形面片 当擀到直径大约五厘米左右 就拿起面片 只擀边缘 一边擀压一边旋转 和咱们擀饺子皮是一样的 最后 我们得到一个边缘薄 中间厚的面片 我们将它翻过来放在手上 包入一颗内馅 咱们不使用平常包包子的方法 因为咱们不需要褶子 只是将收口 往中间捏起来就好 收口捏紧之后 将多余的小面团揪下来 一个流沙包就包好了 将它稍稍整圆 搁在馒头纸上 放入到蒸屉里进行发酵 时间不能太长 只要发到一倍大小就好 轻轻捏一捏有蓬松感 我们将蒸屉移到蒸锅上 大火上气后 转中火蒸八分钟就好 关火以后焖三分钟再开盖 这款流沙包 外皮松软 内馅在香甜中带着咸味 流动的内馅像是金沙 咸淡黄的味道和奶香 结合起来非常美妙 吃的时候注意不要烫着了 一起动手试试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点赞订阅 以及分享 我是啾啾 我们下次见